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战山从不假公济私 当团长时 他的妹妹想请他 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差标准 吃了午饭 日常生活中 王战山是个很抠门的老人 刚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那几年 他在家里坐立不安 老伴习运蓝 怕他闲出毛病 就安排他每天上街去买菜 别人买菜都是选新鲜的 水灵的 嫩绿的 可他买的全是隔夜的 打蔫的 枯黄的 宅一宅 切一切都一样 这比新鲜的便宜多了 有时啊 王战山甚至还捡人家掰下来的菜帮子 菜叶子 老伴埋怨他 他却振振有词 不偷不抢 捡来的怎么了 要在朝鲜战场上 能救活多少志愿军战士 王战山家里啊 陈设朴素简单 典型的 新三年旧三年 缝缝补补又三年 老伴常怪他 别人喊你王司令 我看你啊 就是个穷司令 老伴的话 让他想到了辽沈战役 那时啊 每路过一个村庄 老百姓就把玉米饼子 菜啵啵 或者冒着热气的汤 硬是塞到战士的手中 提及往事 王战山满眼含泪 我们的命 就是老百姓给的 现在我们条件好了 就要想方设法 反补群众啊 有一次 他到安阳市三观庙小学 做传统试剂报告 没有看到平时总喜欢 缠着他问问题的一个小孩 得知孩子家里出现重大变故 他当天就给这孩子 送来了三千元钱 并再三叮嘱孩子父母 千万不能耽误孩子学业 从1993年起 王战山就力所能及地 购买教学用具 书籍资料等 给附近的学校和学生 提供资助 对于三观庙小学 建安小学 33中学的学生来说 王战山爷爷 就是他们的人生导师 2020年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 王战山爷爷来到干修所 将三千元特殊党费 交到政委手中 他说 以前我在战场上保家卫国 现在国家和人民有难 我得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扶贫帮困 抗洪抢险 抗击非典 汶川地震 几十年来 王战山爷爷 已经不记得捐过多少款 交过多少特殊党费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一百周年 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 习近平总书记 向王战山颁授勋章 王战山爷爷如今 仍然情细国防视野 清新传播红色革命基因 他说 党给了我们幸福生活 我要把一生都献给党 当年定位 素党 我 你 技 科 چ 听 ultur